树林区公所延续前市长陈世荣 服务在地民众提升民众生活品质的精神 结合学术资源办理心灵讲座课程 这一次课程以心灵保育乐观惜福 独立自主为课程核心 规划出七场系列演讲 邀请大专院校师资来到树林 为乡亲们带来丰富的心灵饗宴 树林区公所自从前市长陈世荣 从市长开始就一直非常大力支持的活动 所以直到现在我们林药厂林区长 也非常的大力支持 尤其今年度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治理科技大学来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课程 我们主要是从三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从心灵保育 第二个方向是乐观喜福 第三个方向是独立自主 从这个三个方向去规范了七场的课程 这一系列讲座内容包含气功养生 投资理财 人生美学 心灵抒压与行销创意等演讲 课程实用且切近生活 讲座时间自7月22号星期三之后 隔周三晚上七点在树林公所三楼大礼堂 或停期活动中心举办 欢迎有兴趣民众踊跃前往 并可在树林区公所网页查询相关场次 与讲座内容 数位天空新闻树林报导 还有对抗国希望发支持我 经营�i 感谢观看